国际M豆疫情升温 本地企业汲取冠病疫情的经验 已经开始为消毒工作做准备 受访的消毒服务公司表示 近期的咨询多了约15% 多数是来自酒店业和交通业领域 记者陈思玄报道 这家保洁公司表示 近一个月来消毒服务需求有所增加 新顾客多了10个 不过业者观察到 大家在应对M豆病毒时 没有比冠病疫情期间紧张 这家清洁和消毒公司表示 维生部上周召开记者会 汇报M豆病毒的最新情况和预防措施后 公司就接到不少企业的咨询 业者表示他们从沙斯疫情开始就提供消毒服务 接着应对冠病疫情 相较于过去 他们观察到 人们如今的卫生意识已提高不少 较少人会急促要求全面的消毒服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